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将坚任一系今年23岁 我是西藏第一代女直升机飞行员 我来自西藏哈萨市当雄县 一个默区的孩子 自己陪在蓝天上飞行 觉得心得特别的高兴 走 我们主要是旅游观光 那麦做的洋桌游错 都是我们的飞行旅游景点 因为是带着游客飞 旅游说洋桌游错的话 所以给他们便介绍我们的哈萨美景 哈萨这一块公众的话 可以看到布达拉宫 大兆寺 折瓣寺 哈萨大桥 洲际酒店 留一大桥 什么地方 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心里很高兴 他们也就很感叹 就很棒 我来真理发教我这个 我们平时架势飞那么错的时候 我刚好会经过我家 说我把我送到我家门口里边落地了 好多我们的亲戚啊 邻居也要都跑过来 他们就会说 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直升机啊 真是没有见过的 我觉得心里很高兴 我说挺好的挺好的 我特别难忘的一个分析是 一般从塔萨飞杨虎 在杨虎里边落地 那边刚好有两个放我的人 过来看我的那个直升机啊 他们就说 这真的是直升机吗 我们老板让他们美飞做的直升机 而且带他们从杨虎里边转了一大圈 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出那种非常高兴 我自己也特别高兴的啊 通过那次飞行 我内心最大的希望就是 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 现在回来的东西 因为地形原因啊 山也比较高的 还要挺高的 还有天气原因 它在这边的话 天气说变就变 飞行的要求是挺高的 我们这边高光源飞行的话 超过三十分钟 必须要佩戴氧气飞行 小时候的话 对机械还有那种摩托车呀什么 我就很感兴趣 就是没人教我自己学马上会的那种 就是高纸班 班主任给我来电说 有这样一个项目 你可以去学习直升机 开直升机 因为他们选的是 针对金主扶贫的子女给的一个政策 那时候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件事情 当时妈妈说有可能啊 你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会说你要当飞行人 带我们飞行人 然后就说全面是终于学生 然后到江苏苏州里面培训 我们是16年底去那边培训 心里却想着 我既然学了 我一定要努力 有个成绩要回来 那就是这就蛮开心的 当时应该就来的是28个 对16个飞行12个基础 其实她是女生里面第一个毕业的 那这个第一个毕业的 她一定是有道理的 对她在那个内地的时候 这个飞行 她的那个积极性也好 和那个及时的改正 就有任务的问题的话 她有一个虚心的学 就是你这边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学校 第一次上机的时间是2017年 2月14日 带着父母在好早上空飞行 她们蛮高兴的 她们说爸爸带我上飞行 你终于带我们飞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 很幸福到那边了 我觉得城市蛮大了 楼顶很高很高的游客 以前的话都在母群 我们都是靠放牧来维持生活的 冬天放牧专长 还有夏天的放牧专长 除放牧为主以外 没有什么收入 我们家里的话 什么收入也不太多 小时候的话 我穿的新衣服比较少吧 我穿的都是姐姐她们穿过的 我现在的收入是非常好的 公司的话就是给弟弟她们 各个孩子们买一些东西呀 非常感恩 国家给我们苹果子女这个政策 这个机会让我们走向更好的生活 学习提供自己的建议 辜负关心人 和自己独自驾驶直升机 在我们家乡上飞行这些任务 你会想能不能找到 你会看着那些人 和自己独自驾驶